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质量不好 该铺接的继续铺接 其中最惨的还是欧洲攻略上映12天 累计票房仅1.5亿 这在有两大新老男神梁朝伟 吴亦凡的加盟 依旧无法拯救电影 三日票房更是惨 已经跌到个位数8.7万 更别提能过两亿 一手亮亮送给梁朝伟 属实曾经的实力演技派梁朝伟 自从2013一代东施后 出演电影质量断压市下滑 捉妖记二 百度人 欧洲攻略 没有一部能拿得出手 不得不让网友怀疑梁朝伟到底是不是欠钱了 还是还人情 为何这几年接这么多部烂片呢 反观另外一部小成本影片快把我哥带走 在没人看好的情况下 以黑马的姿态杀出欧洲攻略和心无能量的包围 上映12天2.8亿的票房成绩 尽管不优秀 但是相比另外两部挫挫有余 市场已经越来越成熟了 才能有这种表现 不再依赖明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